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赵云铭 继续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国骏雄 我们接着来讲吃天信长 我们上一集讲到了第三次信长包围网 正式成型 那么第三次信长包围网主要围绕的 就是石山本元寺 那么一共三次信长包围网 每一次的包围网组成的势力 对于信长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而且每一次在破除包围网的作战中 信长并不是百战百胜的 不败军神 他也吃过败仗 这是因为他的对手都并不简单 但信长他有个能力 就是在挑战和挫折面前 从不弃累 任性十足 并且能够吸取经验和教训 再加上他杰出的战略眼光 这才使得信长 能够无网而不利 连破三次包围网 那么第三次信长包围网 对于信长比较大的挑战 是在于毛利家和上山家的加入 那么首先让信长吃了亏的 就是毛利家 信长命令左右坚信胜 率领知天军 从水路路包围了石山 打算断绝本元寺的冰粮 但这个时候 本元寺的援军毛利水军来了 信长的作战计划就是 将穆金寨与石山御坊之间的联络截断 控制住穆金川河口 切断本元寺的补给线 确保在大阪湾的制海权 公元1576年6月28日 本元寺的势力通过杂贺众 希望得到毛利市方面的冰粮补给 那么在7月13日 奉了毛利会员的命令 他的部将尔虞旧英 他也是毛利家的水军指挥 率领村上五级的村上水军 以及其他的能导水军 来导水军 共计800余艘战船 前来支援石山本元寺运送兵粮 并且准备攻击穆金川口 进场得到情报之后 派遣手下的水军将领 酒鬼加龙 领大小战船300艘前来阻击 那么第一次穆金川口海战就此爆发 酒鬼加龙也是日本战国时期 水军名将 他在这场战斗刚开始的时候 将船队一分为三 中路以朝野一鹤守队从正面进攻 侧路军酒鬼加龙作为别动队 从侧翼进攻 而后路军是由真国主马兵卫 负责封锁大板弯 同时为了弥补兵力上的劣势 支援军采取了海陆夹击战术 信长令派后援队 于穆金川口南岸路上架设火力 酒鬼加龙的这种安排 其实是相当不错的 那么另外一边的毛里军分成了三路军 是八个队 中军为尔玉旧鹰率领的毛里水军 左路为村上级级率领的来岛水军 右路则为村上五级的能岛水军 三军以蝴蝶之阵迎击 支援军的中路招野队当先冲出 约尔玉旧鹰的中路进行了交锋和激战 同时左侧酒鬼加龙的部队 也向东南方向展开和延伸 毛里军左路的村上军向前突出 想包抄招野队 招野一和手引传后撤 尔玉旧鹰展开追击 酒鬼加龙则向东南延伸 双方拉锯支阵以后 战局就像酒鬼加龙安排的那样 毛里方面的水军被引诱到了大阪湾内 当看到右敌的目的达到了 支撑军就开始进攻 招野队反身回战 郑国本队向北攻击毛里左路的村上军 而酒鬼加龙率领延伸的部队 开始向毛里军的南侧移动 随后毛里军右路的村上五级军 开始向西北靠拢 企图与尔玉旧鹰队 夹击支田军真锅队 就在这个时候 酒鬼加龙队已经靠拢到毛里军的南侧 酒鬼加龙率领了他的麾下 突袭村上五级军 与尔玉旧鹰队的右翼 与此同时支田军路上的火力 也朝起猛烈射击 毛里军处于水路被加工的状态 但是从武至今 海战这个战事和陆战截然不同 海战对于武器装备的依赖性 要远高于陆战 毛里水军酒精战阵 虽然遭到了加工 但是并没有混乱 依托之前的蝴蝶之阵 毛里军的叠翼开始向外展开 虽然五级挤到旗令发出去之后 能倒水军的左两队 来倒水军的右两队 与中陆军的四个后卫船队 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展开了穿插 中陆军的内左风与内右风 也向支田真锅队展开穿插进攻 毛里水军所使用的船 速度快 机动性强 相比之下 支田水军所使用的官船和安宅船 相对体型大 笨重 对于毛里军的突然穿插 措手不及 支田船队很快就被冲乱了 而毛里水军还有一个独特的武器 这就是贝洛玉 什么是贝洛呢 它就是一种陶罐 里面呢 填上火药 点燃导火线 然后利用导火线燃烧的这段延迟时间 将贝洛投向敌人 它的投掷方法呢 一般这个陶罐上有绳子 通过圆形摆动 利用离心力投掷 它有火焰 但是火焰的威力比较低 主要靠的是爆炸时候 容器的碎片作为杀伤的主力 这种武器 是毛里水军 村上水军 尔玉水军 这些赖户内海的水军 主要使用的 而将改装以后的贝洛玉 放入大炮 被称之为贝洛火石 而日本战国时期 刚开始很多的船都是木制的 那么贝洛这种武器 它所发挥的作用就非常的大 而毛里水军 为了对付支田家的大木船 所以带了不少的贝洛火器 因此支田家的木制战船 在火攻面前没有丝毫的抵抗力 顿时大乱 那么这场战斗就进入到了决胜阶段 不久 村上武吉 村上吉祭和尔玉旧英 各自将本部的船队展开推进 招野的船队被村上祭吉 逼退到大阪湾的东北角 而真锅等五路船队 也与酒鬼加龙的船队断开 支田军逐渐的就被毛里水军 给分割包围了 在战场南侧的酒鬼加龙 逐个的收拢败退的船队 企图与真锅的船队会合 但是被村上武吉军用贝洛火使击退 起火的船都是乱作一团 防御救火 最终丧失战斗力 被逐个的拦截击沉 而另一边来岛水军 已经对东北角的支田军完成了包围 村上集体军用贝洛火使将朝野船队逐一继尘 而中路战场 毛里军用一番火攻之后 派出游击船队逼近余下的船只 与支田军进行接船进战 最终 真锅队大部分支田水军的将领战死 封锁大阪湾的军船大部分被烧毁 不得尔鱼旧英率领船队转抵南侧战场 酒鬼加龙拼死突出了重围 指率树枝小船逃离的战场 随后呢 毛里军将兵粮弹药搬入石山御坊 第一次穆金船口之战 以毛里军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这场作战 毛里军充分发挥几方船只的高机动性 以及兵力优势 使用分割包围的战术大破了支田军 夺取了大把湾的制海权 整个赖乎内海 归毛里所有 这次兵败也直接导致了信长 对于石山本源寺的封锁包围计划一时落空 这使得信长改变了直接攻略石山的计划 这就是信长高明之处 他会根据整个战局形势的改变 而改变自己的作战目标 本来信长是想彻底隔断 石山本源寺与外界的联系 那么将石山本源寺 这个与自己针锋相对的直接目标 彻底拿下 也就是说彻底摧毁 他包围网中最关键的一环 但是既然没有办法断绝石山本源寺与外界的联系 那么信长就改变了作战计划 既然不能断绝你的外援 那我就将你的外援一个一个的打垮 因此在公元1577年 信长率领他的低张子 之前信忠一起 开始出阵冀州杂贺 对杂贺众进行了征讨 第一国杂贺乡 本来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地方 但在日本战国时期呢 这个地方产生了杂贺铁号众 实际上就是火枪队 成为了战国时期不可忽视的力量 杂贺的首脑 名叫杂贺孙氏 俗称孙氏 所以我们当听到杂贺孙氏 或者杂贺孙氏的时候 这不是指特定的某一个人 而是指杂贺众的首领 据日本战国史料的记载 担任过杂贺孙氏的 曾经有过灵木左大夫 灵木重秀 灵木重刺等人 杂贺众实际就相当于 我们现在所说的雇云兵团 而且这支杂贺众的雇云兵团呢 它主要是以使用火枪为主要武器 那在日本战国时期 我们一般管火枪叫做铁炮居多 那么在这些个杂贺众的首领 也就是杂贺孙氏里面 最出名的就是灵木重秀 所以在日本史料里 一般提到杂贺孙氏 那么现在比较公认的一个观点 是大多数提到的 都是指的是灵木重秀 他是日本战国时期非常优秀的 指挥火枪作战的军事将领 因为杂贺众他是雇佣兵 所以他并不是一直与信长敌对的 在本元寺公开与信长对立之前 杂贺众曾经作为佣兵 为信长打过仗 1569年 信长在攻打三二三重的时候 杂贺众实际上就在信长的军中 但这并不是对信长的臣服 而是被信长雇佣打工而已 甚至在后来 公元1570年 信长与三好三人众 展开火枪大战的时候 杂贺众还分成了两派 一边在帮助之前方 一边在帮助三好方 这更加充分说明了 杂贺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 是作为雇佣兵兵团 活跃在战国的舞台上 但是到了信长 信长与石山本元寺开战的时候 杂贺众作为一向宗的信徒 自然就站到了信长的敌对阵营中 而本元寺也因为杂贺众的携手 而固若金汤 信长的手轮进攻被打退 大将左左城镇负伤 将领野村岳中战死 因此信长在清除了岳前和家贺的 一向一挥之后 就把矛头指向了杂贺孙氏所在的冀州 那么在信长开始冀州征讨的时候 冀州的杂贺众并不团结 跟来众 太田党 杂贺三间众 都站在信长的一边 所以说打冀州就是要攻打的是 杂贺孙氏这个首领 公元1577年2月份 信长率领十万大军出阵 22日到达泉州信达 在这里他兵分两路 一路从山地上走 一路沿海走 海岸一路的将领有龙川一 明智光秀 丹羽长秀 西川藤孝 铜井顺庆 山地这一路的将领有 左九坚心胜 风川秀吉 荒牧村众 枯秀正 这些将领 那么山地一路呢 他从风水卡南下渡过季川 在杂贺城东面的小杂贺川设阵 但是在这里他们遭到了一次很大的挫败 杂贺孙氏 他充分地利用掌潮和退潮 事先在小杂贺川的河底 放了无数的罐子 不明底细的信长先头部队 枯秀正部 依仗的人多就杀过来 结果很快的前面的士兵的脚就卡在了罐子里 后面的士兵又不断地涌过来 场面完全地陷入混乱 这个时候杂贺孙氏就指挥火枪队 一起射击 枯秀正只好留下大批的死伤者退却 战斗陷入胶着的状态 幸亏山地这一路 负责后军警戒的道安一帖 范炒长继等人迅速地赶到 这样才使得枯秀正没有吃更大的亏 那么沿海陆进攻的支天军 进展的极为顺利 迅速地就拿下了杂贺中的重要支撑 中叶城 信长就将本镇移到中叶城 然后命令龙川义 明志光秀 丹宇长秀 西川滕孝等人 去攻打杂贺孙氏的居城 因为支天军跟杂贺中 已经交手过多次 所以这一次呢 支天军使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 他们用竹树构成了井楼 然后呢 让士兵站在这个井楼上 以火枪射击城内的士兵 这就造成了杂贺中不小的伤亡 那么杂贺中的抵抗呢 也非常顽强 这个时候呢 支天军和杂贺中 都有点力不能支 而支天军在另外的战线上 所受的压力也很大 而就在这个时候 遭受围攻的杂贺中的七个首领 吐桥平次 陵木孙一 实际就是陵木仲秀 钢七三郎大夫 葱田园三大夫 等七个人就联署 透过了左九坚信胜 表示愿意向信长降服 信长知道 萨贺中并不是真正的想要投降 但是考虑到其他战线上的问题 就答应了这次合议 合议达成之后 信长就领兵离开了姬一国 但是仍然命令 左九坚信胜 明治光秀 丹羽长秀 丰臣秀吉 黄木村众 他们在左野村一带 兴建了左野城 然后将完工之后的左野城 交给了志天信张 镇守 信长之所以召集 结束 对冀州杂贺的征伐 一个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上山迁信 在能登 进行了攻略 攻略能登的七尾城 信长 命令柴田盛家作为总大将 率领三万为先行军队 而自己率领本队一万八千人 去能登七尾城 进行救援 但是因为贾贺的一向一魁 再加上原来包围石山本园寺的 松永九秀和松永九通父子 突然撤离战线 在居城 信贵山城谋反 这就使得志天军 没有能够如期的 到达能登 导致七尾城陷落了 而在这之后 就说信长还和上山迁信 在守取川 发生了一场合战 信长被上山迁信大败 但是根据近代的研究 守取山之战 很有可能是后世 杜撰出来的故事 并不是真实发生的 因为民间总是希望看到 上山迁信这位军神 和战国第一人 之前信长 两个人所碰撞出来的火花 信长对于松永九秀的背叛 还是非常愤怒的 他对信贵山城进行了围剿 我们之前讲松永九秀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 信贵山城之战 最终 松永九秀 在信贵山城的天守河 放火自尽 在平静了松永九秀之后 信长又对丹波地区 进行了攻略 很快就掌控了丹波地区 与此同时 上山军入侵了加贺 占领了加贺北部的松人城 那么眼看着信长 就很有可能和上山迁信 爆发一场 真正的大战 可就在这个时候 公元1578年3月13日 上山迁信突然死去 所以说信长啊 也可以说是他的幸运 也可以说我们历史爱好者的惋惜 日本战国 公认的两位军神 一个是武田信玄 一个是上山迁信 两个人一辈的交手无数次 打成平手 他们两个人在对阵信长的时候 都是在即将一分高下的时候 突然病逝了 以至于我们无法看到 信长与信玄 迁信 在战场之上 一决高下的绝世风采 那么迁信一去世 他没有儿子 所以杨子上山景圣和上山景虎 就开始争夺继承权 这就是御管之乱 我们前面在讲上山家的时候 给大家具体的讲过 信长趁着这个机会 就迅速扭转了之前的劣势 他派翟长龙 入侵了岳中国 获得了岳刚野之战的胜利 夺回了富山城等领地 然后柴田盛家的北陆部队 则攻下了上山领土的能登 加贺 可以说 上山迁信的突然去世 使得第三次信长包围网 其中重要的一环 由强变弱 进入到1578年之后 知天家已经具备了 延伸至多方面势力的兵力与财力 信长给予属下 武将大明级的领土 和高度的统治自由 令其攻略周边的势力 在北陆方面 是柴田盛家军团 中国方面是风神秀级军团 丹波方面是明治光秀军团 关东方面是龙川一役军团 四国方面是丹羽长秀军团 对大阪的本元寺方面 是岗之正军团和佐久坚信盛军团 对贾匪的武田方面 是知田信中军团 东海道方向是盟友 德传家康的军团 而伊氏伊赫方面 是知田信雄和知田信包 对记忆方面是知田信张 那么信长的下一个战略目标 就是中国 这里指的是日本的中国地区 那么下一集呢 我再给大家继续讲